今天,吴尊在出席活动时被记者问道 关于林佑嘉的浪费是不是写闫亚伦和汪东城的故事 以及在团体时期有没有发现两人有不寻常的情愫 吴尊怒出微笑回应 没有吧,这是大家多想的 你问林佑嘉看,肯定不是写他们两个 可能是大家随便乱想 被问是否跟闫亚伦见面 吴尊说,这次回来他不在台北,所以没办法碰面 吴尊还补充道 其实我每次看这种新闻,新闻也是大家写的 我觉得还是要听本人去讲 我们成员一路以来,不会去多问这些八卦事情 像我之前,我有老婆 他们也不会去问,吴尊是不是有老婆小孩 在工作的时候,去认真把工作做好 当被问到飞伦海是否有机会再合体 吴尊不把话说死 我觉得有可能,现在大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假如有一天我们想要做这件事,是有可能的 孩子报,他昨天才跟陈毅汝见面 现在还有合作投资 而吴尊表示,自己二十几年来 长期都难以入眠 每天仅睡六小时 搭飞机时也无法入睡 会准备电脑、书来打发时间